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林松 今天是2018年9月24号星期一 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录一个视频 今天分享一个什么话题呢 就是说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的内容 这本书的名字呢叫《韭菜的自我修养》 如果各位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比特币投资 或者是对中国大陆的这个风险投资 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 就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呢 就是这个比特币圈里面 还有这个风投圈里面比较知名的一个人物 就是这个李小来老师 那当然呢他最近呢争议比较多 对吧有很多人在夸他 有很多人在骂他 但其实无论是夸他还是骂他 我们其实都不要去在意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主要是想和大家聊一聊 就是说我们我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想把一些有用的东西告诉你 对吧就是说他那些糟粕的东西 我们就不要去管它 是非我们也不要去管它 我只想分享一下这个书里面的内容 就是书里面的一些对我们可能会有用的内容 对吧 当然呢今天可能和大家分享不完 所以这个视频呢肯定会分好几个部分来播出 今天呢讲第一部分 今天第一部分是什么部分呢 就是说首先从这个名字开始讲起 为什么要教这个韭菜的自我修养呢 其实你碰到一个书名叫什么什么的自我修养 首先肯定想到的是周星驰那部电影 对吧叫喜剧之王那部电影 喜剧之王那部电影里面呢 周星驰饰演一个小人物叫影天愁 一直的是郁郁不得志 就是说他想当一个演员 但是呢一直苦于没有机会 所以呢他在每天自己在那个房间里面的时候呢 就一直在看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演员的自我修养 如果你对这个戏剧或者对演员这个行业有点了解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是这个俄罗斯20世纪最著名的这个剧作家 或者表演理论家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本著作 对吧这本书呢最开始的时候呢 是在1938年出版的第一版 然后呢好像又出版第二版 但是在第二版还没出来之前呢 这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呢好像就已经去世了 所以这第二版呢直到1950年之后呢才开始出版 就是说在这本书里面呢 他详细的阐述了如何去成为一个好演员 或者说你在没有机会的时候 如何锻炼自己去成为一个好演员 那在《喜剧之王》这部电影里面 周星驰饰演的那个影天酬正是因为看了这本书 然后不断的去磨练自己 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向成功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 《韭菜的自我修养》 李太良老师在这个书当中也说到他起了很多书名 比如说什么《韭菜凡歌指南》 然后什么《佛系韭菜的成长》 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名字 但是后来呢还是用了什么叫《韭菜的自我修养》这本书 各位如果你们好奇的话 你们可以去网上看一下这本书 就是说它的封面是一个绿色的封面 然后呢下面有一个红色的那个封底 然后呢特别像就结合了这个韭菜是绿色的封面对吧 然后呢我们今天来讲完这个 为什么叫韭菜的自我修养这个名字之后呢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就是说首先你要确定到底什么是韭菜 或者是说谁是韭菜对吧 那我们这边讲的这个韭菜 并肯定不是说我们在一常生活中吃的那个韭菜 也肯定不是这个我们比如说 北方人包饺子使用的那个韭菜对吧 那各位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 或者说你在投资理财的时候 你经常听到谁谁谁是韭菜 然后呢谁谁谁又被收割啊 怎么怎么样对吧 我们总是在运用到这样的概念 或者说听到这样的概念 但是你真正有没有去定义过这样的概念呢 那如果真的要下一个定义的话呢 这个韭菜呢实际上就是指的是在这个交易市场当中啊 在交易市场当中那些势单力薄的一些散户对吧 而且呢这些散户呢经常是这种亏钱的状态 毕竟呢就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 在股票市场当中 呃就是在那个股票大厅里面盯着那个那个呃 叫信息栏吧或者说叫那个屏幕对吧 看那个股票走势的那帮人就是散户对吧 然后呢经常一看就是一整天 或者是说现在信息可能比较发达了 你不用去那个股票交易市场了 你就在盯着手机看 看就是一整天 然后呢那个股票的公司呢 一般都叫庄稼 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在这个炒股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是亏钱了 那就是说被这个庄稼给收割了 对吧被庄稼给收割了 所以呢这个在这本书上呢 我们给出了定义就是说 韭菜是在交易市场中那些势单力薄 并且亏钱没有赚到钱的散户 好那这个呢是这个数用定义对吧 那以下来是老师还给这个韭菜有一个什么定义呢 那韭菜还有一个定义 就是说韭菜从来不学习 韭菜从来不学习 也并不会去阅读任何一个说明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每次接触一个新事物的时候 你并不想去了解这个新事物 你只是盲目的跟风的去接触这个新事物 所以呢在跟风的情况下呢 你就特别容易付出极大的成本 也就是亏钱对吧 比如说你在炒股的时候 你在做其他投资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懂 你也不想了解 不想深入了解这个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你就跟着进去 比如说炒股票也好 炒比特币也好 都是这样跟着别人进去 然后优风的往里面冲 冲到进去的时候呢 就一下就亏钱了 所以呢就叫割韭菜 就是被庄稼给收割了 那如果韭菜想要翻身的话 到底该怎么样翻身呢 其实很简单 在书中我们找到答案 就是说只要你赚钱了就可以了 对吧很简单 因为你赚钱之后 你肯定就不是韭菜了嘛 对吧 因为韭菜是指的那些 在交易市场当中 很容易就是说被收割 或者是说就是说亏钱的那帮人 那既然你赚到钱了 就肯定不是韭菜了 好各位 今天我们就分享两个话题 一个是说为什么叫这本书叫韭菜的自我修养 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底谁是韭菜 今天我们厘清了这个定义 然后呢我们下次接着聊这本书 各位小伙伴 拜拜